好了,各位 各位是不是覺得好像有點新鮮感 好像有點跟以前不同 有點風景在背部 以後拍這個新環節的時候 背景都有點不同 很感謝一位IT朋友的幫忙 讓小弟可以解決了 很方便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問題 背景比較寡 當然,因為這樣也是一個新環節 跟以前游青原號外是很不同的 新環節是有點癲癲的 所以叫做游青原風情話 風情是無情情的情 畫是大話西遊的話 所以叫做風情話 也配合新的背景 很多世界各地的關於風情 都會在大家的背部出現 在我的背部出現 不是大家的背部 這個是新環節 為甚麼叫做游青原風情話呢 各位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世界真的很癲癲 因為這世界真是瘋癲 或者應該是瘋了 尤其是香港是瘋了 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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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既然這樣就將顛倒的顛倒過來 共產黨老祖宗列寧話是齋 將顛倒的顛倒過來 最好不過了 於是就要正言若返 大玩特玩 這個風情話 其實我想有看過小弟 比較長時間看過小弟的片 朋友都知道其實小弟在離開台灣之前 也都是有一段時間 因為國安法 也都已經採取了正義若返的方法 去和大家講話的了 那現在呢都試一下 為什麼現在才試呢 因為初初來台灣有很多波折 那一來就真的是鄉下仔 鄉下仔出城 從來都沒有來過香港 本身已經很沉重了 加上我和我太太會合之後呢 他沒有來過關完 即是隔離完之後 一出來就很快已經扭傷了腳 斷了六條印帶 今天要坐輪椅 坐了一段時間 用拐一掌都用了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呢 小弟覺得好像世界每日一樣 比較沉重的 所以真是說不了笑 因為那時候又要買菜 不是買菜 買外賣 我都不太懂得煮菜 又要洗衣 又要裸衣 又要油腦 太太的器具飲食都要照顧了 那就突然間呢覺得 咦 為什麼天這樣呢 好天才好 打球才來下雨呢 那個感覺呢就是這樣 那現在好很多了 那也習慣了 那也都覺得呢 現在這個情況呢 更加需要一種風情話 一種正言若反的風情話呢 才是適合的 那所以呢 就跟大家說一下 那所以才可以覺得 這個三角演義的開場霸 滾滾長江東誓水浪花圖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道夕陽空 白髮玉朝江主上 患漢秋月春風 一壺俗酒喜相逢 古今多小事都負紹談中 現在就希望做到古今多小事 都負紹談中 或者叫中港多小事都負紹談中 世界多小事都負紹談中 希望做到這件事 那這個和新聞盲盒呢 是有些不同的 新聞盲盒呢 再瘋一點的 聲音都變成了 又帶著黑超 那那個狗不狗都會出現的 小弟覺得呢 幾過癮幾搞事都會出現的 甚至沒有這個 由青原號外呢 覺得突然間 想正經一點跟大家說呢 都會出現的 所以呢 就是幾路齊發的 大家 希望這樣多知多彩一點 有不同的分工 不同的分野 令到大家呢 是更加 覺得 咦 好像挺有趣的 那一種 總之 你盡量做到什麼呢 盡量做到什麼呢 盡量想做到就是 下事聞道 大嘯之 不嘯不足以為道 有些事你不嘯都不行了 嘯有很多種的 有些是喪嘯 有些是爆嘯 有些是恥嘯 有些是嘲嘯 有些是嘲嘯 你老婆呢 明天早11點 即星期日11點 就會和大家見面 十三號 十月十三號 就 早11點會和大家見面 錄了的了 錄了四十分鐘 哎 我太做了 陳仲鴻 出奇這麼 狀態 狀態驚人 啊 講了很多東西 包括劉德華 包括他很多東西 那原來他都 跟劉德華都 有一段工作關係 那都挺有趣的 那也都講了很多 嗯 很搞事的東西 他自己的身世 都花了多少時間 花了一點時間 做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 可能看他的文 都看了一段時間 但是 究竟陳仲鴻 是一個什麼人呢 啊 我太做了一個什麼人呢 也都要花了一點時間 和大家見面 和大家講 所以第一集呢 比較長的 我們最初遇的是十幾分鐘 為什麼說說說說說說 說是四十分鐘的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就 方法很簡單的 那很希望呢 就是 大家可以做這個Patreon的用戶 那因為這個Podcast 梳羅梳梳梳梳梳的Podcast 只是可以在Patreon那裡聽到 只是可以在Patreon聽到 不會在YouTube出現的 那辦法很簡單 就是Google search這個 八五郵報 在Patreon 八五郵報 在Patreon 就 P-A-T-R-E-O-N 在Patreon 那如果是現有Patreon的用戶呢 希望大家 呼籲多些朋友去支持 去支持這個節目 和支持八五郵報 其實八五郵報還在這裡 那希望有一天呢 去吹雞 叫回 那些新資格 那些舊同志 一起 重組繁二郵報 就是 希望立場生命 又可以重新出現 這個 這個 蘋果日報都可以出現 你說幾好呢 是吧 一定可以的 那今天呢 那一集 來了 就講三個話題的 第一個呢 就是游青玄風情話呢 第一個話題呢 就是李家超 就令到李大圍城呢 就變成了做李大圍頸 什麼叫李大圍頸呢 聽完就知道了 第二呢 就是這個李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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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拍車仔 就是習近平身邊的拍車仔 幫手拿公示包 買可樂那個呢 他竟然呢 可以在東南亞東盟的會那裡 大倒石破謀 拿到日本的新任首相石破謀 咦 究竟搞什麼呢 啊 他行啊 他行啊 第三 就是這個吳康人 最近很多是非 他最大是非就是那六個字 祝福感受中華 就在十月一號 在微博上弄了這六個字 祝福感受中華 那被杜汶澤笑他 杜汶澤在十月十號 再出這六個字 祝福感受中華 那其實 杜汶澤笑 你誤會了 吳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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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都很棒的 吳康人其實是別有心意 他是看港產片大 看港劇大 他廣東話很大聲 大部分 九成他都說到的了 他前一陣子來香港 他接受了都姐訪問 很多訪問 接受了很多訪問 全部都是用廣東話說的 你說多厲害呢 所以他明白到廣東話的精髓 大家要了解這件事 懂得看的 會懂得看這些 吳康人沒什麼的 而且他這麼像日本人 事實上 明天那個 哩哩嗦嗦 兩夫妻都有一點觸碰 和吳康人 因為我太早也挺喜歡吳康人 究竟是什麼呢 大家又要去播 又要去聽聽 好了 來了 各位 另外詞點都要有這個特色 讓大家覺得過癮一點 曾經有些人都覺得 小弟的樣子有點像黃瞻 現在特意戴上這個眼鏡 不知道像不像黃老瞻 像黃老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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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在天天多多保佑 好了 先講李家超 三十陳超這件事 李家超話說 下個星期三就會公佈施政報告 那他在他的Facebook專頁那裏 就在那裏爆了響口說 到時他會打一條很狠特別的靈胎 的胎 不是煲胎 是靈胎 那這條靈胎特別在什麼呢 他說是李大師生呢 特別設計給他的 設計製作的 但是很賣得了 當然想著 還是綠色的 不是頭巾 是綠色的 不是帽子 綠色的靈胎 那是什麼呢 是預議香港未來發展 欣欣向榮 這樣說 哎呀 這個三十陳超的暗黑板 預議呢 很簡單的 就是李大學生 現在變成乖乖牌 不再射箭 不再釘汽油彈 不再搞理大圍城 反而是很乖的 去搞理大圍頸 去做領胎 做領根 做這些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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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就認為 弟弟就認為 弟弟就是小弟 李大學生呢 也都是別有寓意的 他們的寓意 當然不是李家超的寓意 第一 他們的寓意就是 李大圍頸 是的 現在不圍城 要圍頸 圍你老美的頸 就是釣高李家超 是吧 一條領胎 可以當為一條 搞繩 搞型的繩 吊頸 吊死人 吊死崇禎又可以 吊死喉菜都可以 得了 是吧 那條領胎 其實呢 是用來吊頸用的 是吧 很多人都是這樣死的 吊死他 吊高死他 是吧 第二個 就是根據科學定律 就是這個什麼呢 階能辨識物實袋 的科學定律 或者科學實證 就證明 綠色是來自黃加藍 黃加藍就變綠 而今次李大那條綠色領胎 就是李大綠 李大綠 就是李公大學的綠色 李大綠 或者李公綠 李公綠呢 那條綠呢 是偏黃的 你表面上被藍色 蓋住了變綠色 但是 內裡邊 其實主要還是很黃的 那種綠 你看看現在 這種黃 其實是很黃的 你看看後面那種綠 背後那種綠 以為是很綠 那種海的藍 其實背後 是混了很多黃色 是有黃絲的顏色 一絲絲的黃色 所以叫黃絲 這個才是重要的 主色 底色 都是黃色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massage 不是massage 是massage 大家要搞清楚 我深信李大學生還是這樣的 還是想著 現在我試不就 好 你要默色 就給我綠色 你嘗嘗嘗嘗 不過 給你吊頸的 下領胎 跟著 底色還是黃的 是不是 就是 我表面上 被你藍 蓋住了 變成綠色 其實我心底深處 是很狠的 就是這樣了 香港人很多都是這樣 其實 好 第二個話題 就是李強 這傢伙 拍車仔 李強 竟然都在大島石破謀 不是吧 各位 聽說 話說 10月10日 雙十節 這個中華民國國慶那天 李強呢 就在這個 遼國那裏 就是這個所謂 東盟加印度的領導人會議 他不是這樣叫的 新華社那些都不是這樣叫的 就叫東亞領導人的會議 就是好像不抑印度那樣 因為東盟會議都像加上印度的 其實呢 中國是沒有他份的 就是他不是主人家 他扮了 客家變地主 客家佔地主 客家變地主 上去呢 嘩 拿個好處 變了主場 在那裏呢 有個場邊會議 就是這個 中日的場邊會議 就是李強 就見石破謀 見這個日本的新任首相 石破謀 哇 李強這次威啊 是吧 好像真是大賭石破謀 空賭石破謀 這次從一輩子威回頭 是吧 不是只有習大大 我都行的 哎呀 竟然那個小李子 強公公都搞得怎樣 哎呀 真是不是吧 事關怎樣這樣說呢 就是原來10月1號 日本很多媒體都引述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 哇 石破謀呢 就不會參拜 即是接下來呢 不會在10月中呢 是參拜這個靖國神社的 10月17號 10至19號 是不會參拜靖國神社的 哇 這麼厲害 突然間宣布 和他說內閣會議 大部分人呢 都不會參拜靖國神社的 很威啊 這次 那些小粉紅肯定會認為呢 小日本這些創真是牛弟 真是不行了 真是要回應我做大哥 甚至乎會認為這個石破謀 果然真是日本的親華派的大哥大 或者不要叫大哥大 是親華派的首席代表 首席就是什麼呢 拆架 即是可能這樣啦 你擺在日本嘛 哎呀真是威啊 你還不在 你小日本而已 是不是 其實小弟就認爲 弟弟就認爲 這件事更加像是日本仔呢 在那裡麻醉中共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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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呢 有更加多時間呢 去做準備 做準備做什麼 做準備做什麼 做準備要打你 做足充分準備呢 做足夠的材料去砌你呢 才要打你 現在還沒夠嘛 即是抗軍都還沒抗完啦 是不是 核子彈都要做的 日本仔 是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他就引你 啊 即是日本武道館這樣呢 背後有很大的一隻 他引而 他引你啊 引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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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我引你啊 即是那種 總之呢 以日本仔的引弓呢 石破貓 甚至乎可以裝成真 很害怕 很害怕 你的大陸網紅 哎呀 又大發神威 走去靖國神社的柱子那裡 阿尿 好像黃狗射尿那樣阿尿 阿尿 又錄出很大枝野 怎麼搞呢 或者很細枝的 哎呀 真的這樣 失禮人的嘛 不要失禮人 我們中日又 兩國西世代代 有好下去的 鄧小平說的 喵仔鄧說的 有好下去啦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啦 是不是 那很害怕你喔 很害怕你又去靖國神社 那裡大小二變 那怎麼搞呢 是不是 大小二變都不要緊 你露出一個河B仔 立不小心 搞什麼呢 然後一個不個耳 還吐了我 我當然不去啦 還去來幹什麼 是不是 去很害怕你啊 真的很害怕你 真的亂露霞 露出一個 我指天招出來 我只是不知 忍笑忍得很辛苦 是不是 嗯 總之 各位 對日本人來說 他們其實奉行的哲學 都是那句 現在的情況就是 十二個字 那奉行哲學是什麼呢 只要最後勝利 何妨忍你老美 何妨忍你老美 我最後贏你就可以了 我現在忍你不要緊 只要最後勝利 何妨忍你老美 好了 第三個話題 就是吳康人 是 現在被人感覺好像不是人 其實他的祝福感受中 是別具心意 是別有心意的 大哥 大家誤會了 誤會了 You got me wrong 大哥 吳康人呢 十二一號 這個在中共各國興那天 在微博留言說 祝福感受中話 其實是別具心意 別具心意 是香港人一定明白的 香港人其實應該很肯明白 很容易明白 吳康人是很懂廣東話 你只是玩東西 很懂香港話 事關香港人來說 幾十年來呢 都叫慣了元朗一個樓盤 一個屋苑 這個琴 不是 這個感受花園 就叫做琴獸花園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琴獸花園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琴獸花園 你呢 我也是住在琴獸花園 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 所以吳康人的祝福感受中華 是很有香港特色的 中英甲就不止 鞋陰也有 所謂祝福感受中華 祝福是英文來的 英文來的 第一個祝 JOK 祝 祝 第二個福就是F-U-C-K F-U-C-K 就是要一些 衛蘭音 F-U-K 祝福 琴獸中華 這樣就通了 是不是 祝福 琴獸中華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大家誤會了 是不是 吳康人這麼喜歡講產片 講劇 一定明白了 廣東話都這麼好 沒問題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稍安無措 不過 吳康人這個問題 引發了很多東西 引發了現在由賴清德再發酵的祖國論 祖國論 就是之前習大大已經講了很多祖國論 現在就 吳康人再引發 跟著呢 燒了劉德華那一疊 當然 但是最重要是賴清德 祖國呢 你認清楚 誰是祖國 他的理論呢 就鬥長命 中華民國已經有113歲了 你中華民國覺得75歲而已 我做你爺爺都做得 或者起碼做你老爸 我怎麼會是 你怎麼會是我的祖國 你怎麼會是我老祖呢 你老祖 你老祖 你老母 就是那種 所以呢 就很多祖國論 祖國論 好了 講到這裡呢 就認真一點點 跟大家分析一下祖國論 可以怎麼看 尤其是對香港人來說 可以怎麼看 根據這個 Western Washington U的 Kaiser廣座教授 Kaiser廣座教授 他的名字叫陳時芬 台灣人來的 美籍台灣人 陳時芬教授的說法 要準確地理解 什麼叫做祖國呢 其實最好由英文那裡入手 你要更加清楚 你會更加清楚 中文都是祖國祖國祖國的說 不行的 陳時芬教授呢 就指出 哇 中文的祖國呢 在英文裡面呢 對英文來說呢 查齊起碼 起碼有四種說法 大家要了解 有四種說法 分別是什麼呢 分別是Homeland Motherland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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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分就可以了 第一種祖國 Homeland 根據陳時芬教授的說法 我自己簡化了 引申給大家知道 第一種祖國 Homeland 意思是 故土 即是出生地 Homeland 第二種祖國 Motherland 意思是母土 即是祖先的出生地 第三種祖國 Homeland 意思是國籍 這不是地理名詞 而是政治名詞 或者是政治歸屬 第四種祖國 Mother country 意思是祖先的國家 祖先的國家 即是你老母的祖國 你老母的國家 即是你上一代 起碼是祖先的國家 嚴格來說 這個才是中文裡面的所謂祖國 中文裡面的所謂祖國 這個就是第四種祖國 Mother country 以吳康人為例 他出生地是台灣 高雄人 他出生地是台灣 所以他第一種祖國 肯定是台灣 高雄 如果你說Homeland 第二 他的父親 是在安徽出生的 所以他的第二種祖國 應該是安徽 是不是 真是 即是那種祖先 或父母輩的出生地 或父母輩的出生地 叫做Mother 所以是安徽 第三 他的國籍 肯定是中華民國 否則出不了 飛不了來香港 是不是 即是 如果不然怎麼出席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 哪裏呢 即是那種 他是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他一定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即是說他第三種祖國 就是中華民國 好 第四 他的父親 雖然是安徽人 他是生於民國時期 跟著呢 打輸了仗 他是軍人 所以他是住在眷村 吳鄉人 就是軍眷的村 即是眷村 是軍人 來的 國民軍 打輸了 打輸了給共產黨 走了來台灣 所以他肯定是民國人 他生於民國時期 是不是 而他父親 或者他爺 他父親的父親 或者他父親的父親 他一定是大清帝國時期的人 是不是 所以 或者他爺 吳鄉人的爺 還是民國時期的人 那時候也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他的第四 吳鄉人的第四種祖國 就是中華民國 以至大清帝國 再遠一點 就是大明帝國 推推推 大唐大汗帝國 到大秦帝國 都可以 得了 總之 怎麼說都好 吳鄉人的第四種祖國 都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一天管過他 和他的爺 他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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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公 都沒有 是不是 就是這樣 總之 各位 尤其是香港人 記住 祖國 是有四種的 分別是 Homeland motherland home country 和mother country 而根據這四種分類 大部分香港人的祖國 勉強只是九七年之後 的第三種祖國 即是國籍 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勉強在九七年 七月一開始 那一堆 都沒有辦法 要被迫 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勉強可以叫做 home country 的人 這一種 但是勉強 和大部分都不是 都不是 所以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肯定 不是中華 他的祖國 大部分香港人的祖國 都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的 大家要分清楚 台湾人更加肯定不是 沒有統治過 更加不可能是 香港都沒有辦法 是要被回歸 被接管 被take over 這樣才出現了這些問題 是不是 所以 值此這個機會 跟大家搞清楚 中文 只叫做 總國 總國 英文是有四種總國 就是 Homeland motherland home country 和mother country 記住 記住 好了 今集講到這麼多 很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這個新的形式 可能邊邊還是化化的 有點怪怪的 不過呢 總好過以前的情況 對吧 希望大家喜歡 總之 精益求精 永不停步 永遠向前 好 多謝了 拜拜